早安 歡迎收看開市感浪的環節 採訪身邊的嘉賓 是要財政圈研究部高級分析員 Herry你好 早安 先跟大家回顧一下 上個交易日環球股市的表現 先跟大家看見美股 美股连续四日上升 杜瓊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再升到纪录新高 主要是就业数据正面 上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42,000人 跌幅超过预期 加上零售商和分析预期 4月份的同店销售改善都离好大市再升 导致一度升到14,887点的新高 最终上升62点 收报14,865点 升幅0.4% 标普500指数高建1597点 收视报1593点 上升5点 升幅近0.4% 两大指导都创了收市新高 而纳斯达克指数方面 就未升2点 收视报3300点 有研究机架报告显示 首季个人电脑出货量大跌 限制科技股走势 维普股价下跌超过6% 高盛下调微软的投资评级 股价也跌超过4% 其他股市方面 摩根大通上调了辉瑞的目标价 利好股价升超过2% 欧洲三大股市都是高收的 看到意大利方面的拍债表现理想 令到欧洲股市都升了上来 就看到伦敦富士100指数 升28点 收报6416点 法拉克福德斯指数升61点 收报7871点 而巴黎卡指数方面就升31点 收报3775点 油价方面就要下跌 纽约旗油扭转之前三个交易日的声势 计美国能源资料协会和石油输出国组织 下调了原油需求预测之后 国际能源署也下调今年能源需求增长预测 将原油需求增速 由上个月预计的每日82万桶 下调到79.5万桶 亦是连续第三个月调低 限制油价表现 纽约旗油下跌1.13美元 收报每桶93.51美元 跌幅超过1% 伦敦布兰特旗油收涉报104.27美元 下跌1.52美元 看金价表现 金价方面就算上日 跌超过1%之后就回升 主要是美元下跌 引发趁低吸纳的买盘 纽约期间上升6.1美元 收报每桶1,564.9美元 升幅是0.4% 大家回顾了环球股市上交易日的表现 欧美股市方面做好 美股方面又再创新高 道指和标普500指数来说 做得相当不错 昨天公布首次申定失业救济人数 较预期减少人数为多 其实会不会看到之前公布的就业数据就一样 今次的新生意外失业救济人数 比市场的预期好 其实现在美国的情况是怎样 就业情况似乎 上次公布得不理想 今次稍微好一点 似乎很难触摸 我们看到美国的劳动市场的表现 其实不同的数据都表现得比较参差一点 我都会觉得 未来几个星期的数字 都会很影响不同投资者的情绪 特别看到 如果本身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 今次的降幅 亦都比市场预期为大 亦都带动到昨晚道指和标指 又再次破顶的主要原因 结合在欧洲方面 亦都看到一些拍债的成绩 做得挺不错 亦都利好本身的整个市场的气氛 但留意近期科技股明显跑弱 刚才亦都说到 市场调查 说到全球PC的出货量 亦都有一个 按年几个明显的倒退 亦都令到一众科技股受压 这个形势方面 我们看到 道指和标指是继续破顶 纳指是会继续落后 这个情况 我仍然觉得在近排的股市当中 是会持续的 如果说看本身的 夹买道指的表现 其实零售股市都做得挺好的 以现阶段来说 投资者要留意 当标指和道指 现在是继续强势破顶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升势 会持续多一段时间 特别看到 利好情绪仍然是 可以带动到 整体的股市气氛的时候 亦都看到 本身道指的表现来说 其实投资者可以继续 可以是一个比较乐观的 态度去进入 如果计算本身的 PE value 来说 就是股值上来说 仍然都是在 13、4倍这些比较 比较是历史低的水平的时候 我会觉得 资金是继续入市的态度 会比较进取一些 其实有分析 都预计 未来美国将会公布的 同店销售数字 都会有个不错的表现 所以都推动了 相关零售股 亦都带动 道指和标普500 有再创新高 亦都想和大家说回 昨天的数字来说 失业金人数 较预期为少 市场原先估计 是365,000人 今次来说 美国上个星期初 新申领失业人数 是346,000人 较前一周 就减少42,000人 是去年11月中以来 录得最大的幅度 有经济师说 数字下跌 可能是因为 复活节假期的 季节性因素影响 他也说到 价能准确 量度劳动市场情况 的四个星期平均数 申请人数 是358,000人 较上一个星期 增加3,000人 似乎是季节性因素 美国的劳动市场 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 如果投资者要留意 一件事 就是刚刚也说到 劳动市场的数字 都飘忽得很紧要 特别是 如果看回 持续新申领失业救济金 以及今次新申领失业救济金 本身的数字来说 是有背道而似的 一个就是 好个市场预期 一个就是 差个市场预期 如果计算四周的数字来说 其实仍然比起市场 预期为之差 这方面 其实投资者 都会去 问 究竟 怎样去看回 整个劳动市场的表现 现阶段来说 我会这样看法 看回 QE3 或者QE3.5 这些印银子措施 其实 及后也都带动到 地产市场 也都是慢慢地有 一个 复苏的阶段 这方面其实是影响了 或者是提振了企业的信心 之所以 我们看到 1、2月份的一些 新增职位的数字来说 有个几明显的上升幅度 亦都是有20万个职位 那么多 这方面 如果合致去到3月的时候 看到初步的数字 亦都是一个 8万8千个的时候 其实投资者要留意 4月份的数字 不要忘记 劳工部也有一个挺有趣的看法 就是他们会 fine tune 上个月的一些数字 会不会说 在8万8千人上 亦都是 微调回到12万 13万的数字 我觉得是不同的 特别是基金经理里 会看的一些 而现阶段来说 新增职业救济金 暂时 可能会有一些 季节性的因素 影响 准备的数字 好像是 比市场预期好 但投资者要留意 本身的 美国的经济情况 初步来说 是有一个转弱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由于 本身的一些 削赤 自动削赤措施的 一些 举行 亦都见到 启动了之后 亦都影响到 不同民众的 一些 消费信心 投资者 未来这一天 其实本身 亦都会发布 一些消费的信心数字 再加上 默契根大学 消费信心指数 亦都会发布 这方面 会影响美股的表现 另外 昨天美国 除了公布 劳工市场 数据之外 亦都公布了 相关通胀数字 美国三月 进口物价 跌了 0.5% 主要是 石油成本 疲弱 抵消食品 价格的 升势 撇除了石油价格的因素 进口物价 跌了0.1% 而进口石油价格 就计2月 升了3% 之后 上月就跌了1.9% 而上月进口食品价格 持续升1%以上 反映了现在美国通胀情况是怎样 知不知连联储局 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 这次 进出口的物价数字 亦都出来的时候 无论进口也好 出口也好 总体数字 都是有个按月下滑的情况 出现 其实我又不是太监心 美国本身的通胀数字 暂时来说 短期内 未有迹象显示到 有一个急剧升温的情况 特别看到 其实 如果你问本身对于量化宽松的措施 什么时候会收税 甚至说 停止扣债的措施 出来的时候 这个物价的数字来说 其实 之前联储局副主席耶良也说过 他们在发表言论当中 亦都表示到 他都觉得 联储局本身的焦点 现阶段仍然是 透过不同的量化宽松措施 去刺激整个美国的经济表现 反之而言 控制物价的问题 是一个次要的一个焦点 现阶段来说 他也有说到 就是联储局其实 会有少少可以觉得 接受到 通胀 轻微高于2%的标准 这个是表示什么呢 其实表示到 暂时来说 短期内 这半年来说 我觉得 量化宽松措施来说 仍然可以维持 这个暂时的一个规模 你说如果去到 比如说 10月 11月的时候 慢慢地 会缩减 规模 这个也是 可能在 但短期内 其实那个 量化宽松措施 规模 比如说 每月850亿美金的 额度来说 仍然会维持 亦会支持股市的表现 我都会觉得 投资者 预期 可以在年底的措施 才会慢慢地减弱 甚至停止扣债的措施 才出来 另外 党员美国的情况 不如和大家看看 欧洲方面的情况 亦都见到 上海交易的 欧洲三大股市高收 主要原因 因为意大利 成功博卖国债 亦都见到 意大利国债的债息下跌 令到欧元上升 欧洲股市也做好 不断有好消息 亦都见到 德国方面 默克尔说 德国有义务 去拯救欧元 其实现在欧洲的情况 如何 意大利都成功博债 暂时 是否那些不类因素 都消除了 如果看欧洲的情况 来说 自从塞浦路斯 问题 暂时 现阶段 有个解决的意味 出来之后 其实本身 无论债息表现 或者是欧洲股市 实际上 都做好一点 先讲讲 债券市场 亦都特别讲到 意大利方面 亦都成功 拍卖了一些债券 三年期的国债方面 资息率 由2.48% 亦都降到 2.29% 这是1月以来最低的水平 表示什么呢 其实本身的投资者 对于整个欧洲市场的信心 特别是意大利 仍然都在面对 他们 筹组国家的 政府的问题 在回到的时候 仍然有一个信心 如果你说本身 这个消息 看到 三年期的国债做得好 其实都带动 西班牙 十年期的国债 那个资息率 亦都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这方面 其实看到 债券价格上升 对于 其实欧洲的债市来说 亦都是一个利好的因素 出来 另外一方面 如果说投资者要留意 另外一些新闻 我都会觉得 整个市场对于 欧元区的信心 亦都是加剧了 的时候 其实本身的说 一些 欧洲央行 其实昨天都宣布了 其实欧洲不同的 银行的隔夜存款 规模 亦都跌回到 99亿 99亿 欧罗这个水平 这方面 其实是 自欧债发布以来 都未试过 在1000亿 欧罗以下 如果你说 看回 就是说 存款数字 是怎样去看 对于整个市场 究竟关 这个欧洲 整个 欧元区的信心 是什么事 如果你说 本身 欧元的危机 是那么强 又或者是 不同的 投资者 信心下降 的时候 其实银行都会 自己本身 放一些存款 进去欧 央行 里面 拍回一个 安全的码头 如果你说 存款有个 明显的下降 代表 其实银行 自己对于 本身的经济 都有一个信心的 表现 这方面 我们见到 存款下降 的 正确 利好 整个投资市场的 意味 现阶段来说 我都会觉得 对于 欧洲的 情况来说 是无疑改善了 主要的风险因素 就是 未来 会不会 还有国家 会出现 债务问题 例如 隔晚 亦有 不同的分析 说到 西班牙 或者 斯洛文尼亚 本身的 债务问题 未来短期内 可能会有一个 未来短期内 爆布的情况 亦说是 本身意大利的 祖国情况 究竟是 怎样去发展 这方面 亦都会是 一个主要的 风险因素 好 谢谢 不如和大家 看看港股的表现 讲了这么多 外围的资讯 也提到 美股 再创新 欧洲股市 做好 就带动 港股在竞价时段 升了84点 但现在 港股 似乎 升势 支持不住 暂时 只是升6点 去到22,108点 其指方面跌35点 低水9点 国企指数跌28点 去到10679点 恒指仍然受制 20天线 美股方面不断做好 欧洲股市 昨天又有 受惠因素 升了上来 但恒指表现 似乎 不是 升势 不能够持续很久 我们看到 恒指的表现 特别是 昨天的表现 已经有点反映出 有些先高而后低的走势 开市时 做得百几点 甚至二百点的升幅 但及后收市 只有六十几点的升幅 这方面 今天投资者 都要留意 A股的表现 如果仍然 比较脾弱 这方面 对港股的升势 有个受压的阶段 近期股市当中 欧美股市 尽管美股 有个持续破顶的情况 只是会带动到 港股的早早 开市的阶段 有个明显的回升 但如果见到 A股没有特别的升势 港股的升幅 亦是明显的 收窄 如果你看到 指数表现 去到二万二千一百零九点的时候 其实那条二十天线的压力 我见到是比较大 以现阶段来说 投资者就算入市当中 持续回升势头 自从二万一千 大概在六百点的位置上回来的时候 其实现阶段来说 我觉得指数 再上升的力度 就不是那么多 特别是见到 成交量方面 都不是那么多 而投资者 如果你说投资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不如个股的表现 可能会好一点 例如 整个行业 自然增长的 炎气股 这些板块 可以留意 但如果个别 看蓝筹 恒指成分股的表现 我相信 升势不会那么多 暂时来说 看到A股 都没有什么方向 上证指数 是星9点 去到2,219点 今天来说 波幅距离 区间 比较窄 暂时7点 的波幅区间 不如和大家 看看蓝筹股 最新表现 见到 相关蓝筹股 今天都是普遍向上 汇丰升1毫半 中移动升1毫半 中行升1先 公行升1先 建行升1先 港交所跌7毫 国寿跌2毫 有帮保险升1毫 中石化升2先 中石化升2先 坤能能源跌1毫 中国神话跌2毫 想和大家看蓝筹股 跌幅最大 就是联想 联想现价跌 接近半成 去到6.75 今天最低 6.68 昨日报告出了 讲到 相关的 PC个人负运 出货量跌了1.4 昨日都跌下来 跌幅没那么大 似乎 今天的反应更大 我们见到 PC出货量 按年 倒退11% 这个情况 的而且确令到联想股价有个明显的跌势 我记得我昨天也答过不同家庭观众的问题 关于联想 究竟是什么时候去捞底 现在现阶段来说 真是穿了7元 其实我觉得 本身的超卖情况 开始出回来 如果你说投资者 反弹来说 现阶段都开始可以入 本身 PC出货量 会不会影响 变得联想那么紧 我都会觉得 其实 投资者的恐慌性情绪 是比较 深一点 我都会觉得 其实 联想不停地 在做一个市占率的 扩大的情况来说 仍然会是 业绩的表现 不会有太大的 负面影响 在那里 当然 昨天的分析也说到 增长的 幅度来说 会有一个受压 但是对于股价表现来说 稍然 由9元跌下来 6.75元 其实 跌得比较深 我觉得投资者可以 部署 后低买入 这只股份 其实 直博反弹的空间 就在 但是当然 市场的环境 做得不太好 尤其是全球的 个人电脑 做得不太好 反弹的时候 幅度 目标价 不要设得 那么进取 我都会觉得 设计 7.2-7.4 这个位置 就差不多了 但是 看回普遍联想的成交来说 昨天一支大音笃跌下来 看到成交 比较平时上升了 暂时来说 今天继续跌 成交 在以前的成交量 已经去到昨天的成交量一半 市场是怎样看 会否有恐慌情绪 仍然的成交量偏高 抛售的情况也在 如果你说抛售情况 无疑都可能 在一两天里面 我会见到 但是 如果联想的 增长幅度 又或者 本身其实集团 都不只是 买电脑 我都会觉得 对于他们的 智能手机电话 又或者 整个平板电脑 市场的 这些 占有率 那方面的增长幅度来说 仍然是比较 一个信心的表现 现阶段来说 投资者 如果你说现阶段买入 其实6.75 6.6 这些位置 我觉得是差不多 亦都可以慢慢地 捞底 好,谢谢Harry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 要问回 刚才说过股份 有没有哪种有持有 没有 好,稍后回来 是卢静安的环子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继续留意着